那我的照片你能不能发给我 这不发给你 不发给我 对 不给你拍了 把你自拍跟折断 后面好漂亮啊 看那边山 现在这个环境这么美 我们就只聊一个话题 就是爱情 你们觉得爱情是可以培养的 还是一定是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 我觉得是可以培养的 你觉得呢 我觉得日久深情啊 你是真实自身为一本教科书 来传达这个观念是吗 因为我老公对我是一见钟情 你们是同学是吗 不是同学 就是我姐姐的朋友嘛 然后就大家一起出去玩唱歌 我对他完全就没有印象 就突然他找到我的爸爸 找到我的妈妈 他就走到那个岳母路线 先搞定家里 对 全家都被他搞定 太聪明了 太聪明了 然后我老公是那种很细心的人 他一本日记到现在都在 就是他每一次见到我 他都会写下来 这个好甜啊 我小时候 他们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 然后说他们去医院 然后结果他们去看演唱会了 就 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面 东哥 我还有一个问题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你会留着 潜能的联系方式吗 我基本会 基本会有 我不会刻意地去删掉 因为我的感情当中 我觉得伤害我的人 我会删掉 没有伤害我的人 我会留着 所以你没有几个 也就那么几个吧 我很想问一下 李姐姐她的手机里面 活到这么大的岁数 手机里面有多少个前任 还在你的手机里面 手指头和脚指头 加在一起 能伤得过来吗 能伤得过来吗 跟你刚才表述的差不多 那是开玩笑了 我就觉得就是可能 我会经常出现一些活动 他们看到我的时候 可能会认为我是大家 四十岁左右 那么八年后就觉得 这个是姐姐吗 可能八年后会对有你 对有你好感 我八年后来追你 这个是我就觉得 很正常的 很奇怪的 我童年人好像 不太有人来追 而且背后会觉得 这女人厚不足的 对我有些好感 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很值得讨论 是不是恋爱中的男人 都会撒娇 会 会不会 绝对会 那你谈恋爱的时候 会撒娇吗 肯定会呀 想不想看 想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男明星怎么演 这款心里要介绍一下 十妈可以吗 大萌吧 那就大萌吧 东东 有想我们 为什么要回答就 油腻 真的油腻 这个不油腻吧 油腻 好 整段卡掉 没有我的事 所以你是遇到过 这种情况是吗 有啊 那圈内还是圈外 我想要找圈外的人 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 我会很斟酌地去考虑 爱情的这个事情 可能想的比别人 也会多一点 我觉得 我可以不要事业的 未来不是事业为最重要的 未来是家庭为最重要的 家庭才是你未来 赞 每个女的这么有福秀 和拭目以待 太赞了 有点冷 好 走吧 Let's go 好 好 好